各位召唤师们 大家好 这段是要说明 乐见解说 就是Hard Kiss 里面的一般司法 快速司法 自我司法 司法范围 有什么差别 然后该怎么用 那前沿的部分就是说 这个快速司法这个东西有没有 好像也叫做智能司法 那这个部分我一直搞不懂 我也搞不清楚 就是说到底 他的作用还是他实际的操作 然后就是在这个游戏中 和人对线 或者是那个会战 对战的时候 那多多少少就发现 别人放那个技能 他特别的快 很奇怪 就是说 然后看一些直播的时候 就觉得怎么放技能 能够放那么快 那接下来就是说 怎么讲 毕竟就是说这个键盘操作 键盘操作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那就是没有办法就去看了一些文章 然后用练习工具来做一下测试 才发现这个快速司法跟一般司法 这两个的差异 这两个差异是少按了一下滑鼠左键 就是说你可以那个 少点一下那个滑鼠左键 方便很多 难怪司法的速度会那么快 比如说安妮、布兰德、拉克斯等等的这些战装法师 你只要是晕道或者是圈道 直接可以灌对方一套嘛 但是就是说 你假设是使用一般司法的话 你要在那边按那个滑鼠左键 那常常就是说造成那个技能没有丢完了 那对方就跑掉 不然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有那个江沟过来 打野过来 你反而还会被反打一波 然后自己就挂掉 或者是隔屁、撬辫子、翻白度这些的 好这样子 然后画面就黑白了 那现在就是说 有设这个我去了解一下快速司法 是怎么用的 现在就是比较好 就是少按一下滑鼠左键 在丢技能的速度上是快了很多 只是说 因为以前都是用那个一般司法 那换成这个快速司法的时候 在那个按的时候那个习惯上不太习惯 要那个花蛮多时间去习惯的 是这样子 回复预设设定 好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那在这个游戏 的过程中 你按一下ESC那个快键 就是左上角那个ESC键 可以把那个设定界面打开 那这个地方 留意一下 注意一下 如果有比较大的版本更新 建议将所有的项目 就是这边热键 视讯 音效 界面对战 全部都给它按一下回复设定 你点到这个热键之后 再点一下回复预测设定 再点一下确定 然后再视讯 回复预测设定再确定 音效 回复设定 再确定量 界面 点一下 对战 把它 全部把它回复 预设设定 因为不知道新的版本 有没有添加什么参数 或者是变更什么参数 它这个设定是不会去覆盖掉 旧的 就是你以前的那个参数 它不会去覆盖 那我为什么会一直在使用一般施法 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其实 你只要是新装的有没有 新安装的 就是说你电脑没有安装过英雄联盟 你的参数是没有的话 预设是 使用快速施法 其实这个热键的预设只早就是快速施法 只是说我一直在用旧的设定 它没有去覆盖 所以说我没有去发觉 没有去发觉到 这个 已经 那个热键的这个部分 它预设是快速施法 我没有发现到 没有发觉到 它后面是改成 就是预设是 至少QWERDF 这些件是快速施法的方式 是这样子 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 大概每一年 有没有 就是那个 10月左右打完那个世界冠军 那个 它后面 会有那个比较大的版本更新 那比如说像现在11月嘛 它做了一个蛮大的版本更新 就是说那些道具的更换料 是相当大的一个版本的更新 它现在道具就是做得比较漂亮 然后划分的非常的细 这样子 就是一个大版本更新 那在这边 假设有那种大版本更新 就是建议大家将 这边的参数 全部给它回复预设值 然后给它按一下确定 一格一格的把它按 然后后面你再去修改一下 比如说你的电脑效能不太好 或者是音效 你要关掉某些东西的话 那你再把它做一些另外的设定 这样子 或者是现在这个热键 你要做一些修改的话 特别的设定你再去做这样子 回复预设设定 那我这个地方就是 用一下练习工具 先进一下来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练习工具 开始 好 那这个地方会读取一段时间 稍等一下 稍等个几秒 等它读完 好 等它读取完 然后载入 好 OK 那现在按ESC键 就是说 假设有 那个大版本更新 你把它按一下回复预设值 比如说这个 注意看一下左边 它是有各个不同的那个 选项 你要不要按一下 回复预设 假设有大版本的更新啦 避免那个旧的参数没有刷到 按视信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 回复预设设定 这个地方的解析度 那你要把它调一下 要不然会跑掉 这样子 然后全萤幕的模式吗 OK啦全萤幕好 那我没有 因为我这个电脑是比较旧一点的 所以说参数就 就弄得比较低一点 好大概是这一些啦 那这样子 好参数弄得比较低一点 OK 有没有 好了之后就点一下确定这样子 好再点一下 让它改一下确定 好 然后这边 音效 有没有 你点一下让它回复一下 多点几下没关系 那我一般是把背景音乐关掉 因为那个是不停的run 这样子 为什么它没跑呢 怪怪的 它这边可以换 怎么没反应 好那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 没有反应 好这样子 那你自己调一下 那这个是主要音量 那背景音乐就是那个所谓的BGM 不停run的那个 那这个一般我是关掉 好看你自己的需求 因为那个不停的run 它会是那个记忆体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就把它关了 那这个界面 界面就是这个 还有滑鼠缩放 就是滑鼠中间滚轮 聊天室大小等等的 你就是这地方按一按 有没有 然后确定一下 EAC 再把它自己拉一下 这样 自己拉一下 自己拉一下 那个 你自己那个顺眼的部分 那等等的这些东西 好 英雄名称 召喚时名称 这些地方我们要换一下 自己换一下 对战 那这个 一样 预设回复预设值 然后再点一下 确定这样子 好 那这部分就说明到这 就是说你有大版本 更新的话 遇到大版本更新的话 给它那个 按一下 回复预设值 避免那个 参数没有读到 用到旧的参数 那先离开 那在前面的教学 有讲过 如果离开这个 练习工具 不是用这个 夜西这个 离开游戏 这样很容易卡在黑色画面 你用这边的选取 选取到一个 冠军杯的那个图案 的那个 icon图标 点一下 点一下这场对战 用这种方式 来看 比较不会遇到 卡在那个 黑色画面 好 等到它读完 115 那这个画面怎么离开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那个叉 叉在这边 按一下就离开了 就到那个主页面这样子 按叉 这样子 开 看是玩家vs玩家 玩家vs电脑 或者是练习工具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比较差异 不知道哪个版本开始 多了那个 练习工具 好像是前年还是大前年 多了这个练习工具 那这个练习工具 这个功能超级方便 可以用来测试各种东西 那而且是你可以慢慢的来 不用那么急 那以前有没有要进入那个 用电脑 玩家vs电脑 或者玩家vs玩家那个盲选 下去试那个感觉有点干 或者是 有没有你在那边试东西 然后 那个其他人在那边打 感觉不太好 有没有 你就感觉很怪这样子 而且 人家 不知道你在试东西 他会给你检举什么的 那现在多了一个练习工具 这里 点这边的练习 练习工具 这个 那是非常方便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全体快速施法 跟一般施法 跟一般施法 不是全体啊 快速施法跟一般施法 这两个的差异 差异 这两个的差异是 到底差在哪里 其实是差在 那个滑鼠左键 可以少按滑鼠左键 这样子 我马上就可以来试一下 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要进入那个 电脑工具 那这个地方刚才已经进过了嘛 我先停一下 好 进入完了嘛 然后 我用这个 布兰德来说明 看一下 等级提升 123 16 16 16 那这个一般不是用那个 键盘在按 是用那个 坦错 那个快键来 升级 然后就用那个 来说明一下 到这边好 全体一般施法 让大家看一下 我先用全体一般施法 那我现在 按一下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 还要按一下 滑鼠左键 他才会丢 我按一下 W 还要再 按一下滑鼠 左键 他才会施法 那这个是点那个 小兵啊 小兵啊 到上去好 让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一点 没有 然后 R 大绝 大绝 有没有 点一下 我按一下R还要这样子按 还要配合那个滑鼠 再按一下滑鼠左键 他才会施法进行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然后再叫 那个 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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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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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召唤召唤 这个地方 滑鼠左键 快速施法师不需要再按一下滑鼠左键 一般施法师要按 多按一下那个滑鼠左键 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这个布兰德他的连招啊 有没有你要在那边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 他就多了很多招 因为那个你在和对人站的时候他不是像这个 这个木桩一样站着他会一来一去啊 那布兰德这一只主要是那个Q那个G啊 很难Q到对方嘛 是要先看是要冠E还是冠W 先他会有一个那个火焰标记之后再Q 那你没有Q到的话就差很多了 就是差在那个速度上了 好那我现在换成全体快速施法 让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这边 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下坠箭头这个东西 那你注意看一下下坠箭头 这个是全部按的 好没有没有灯的 那我再按全体快速施法 他有灯的 有没有看到灯出来 不是有灯啦他比较亮 有没有 这个的意思就是他现在在快速施法的一个开关 要把它打开了 确定 那我现在就不需要按滑鼠左键 他可以马上施法 这样子 他就马上就施法 不需要再特别按滑鼠左键这样 非常快 有没有三招就连了 自动刷新冷却时间好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有没有 我可以这样子 按刀按一下就直接 三招就直接 不用特别的去 好那最后面再接那个R 也可以 不用特别的再去按滑鼠左键 这样会比较快 就这样子 好那这段主要是你要 呃 这边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个练习工具 好练习工具 然后将这个 了解一下一般施法跟快速施法的差异 就这样子 好 好 那我这个地方先那个重置 重置游戏 切回来 好从这个比较差异 呃大家用那个练习工具去试一下这两个的差别 就知道了 好那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下下最箭头 呃下最箭头的话我换那个提模好了 提模来解说对比较清楚一点 那用ESC 打开这个设定这个界面 那在这个热键这个地方 那现在要注意看一下下方的这个下最箭头 好这个东西 我们要明白那个下最箭头是干什么用的 那我个人测试了一下原来它是快速施法跟 一般施法的那个切换开关 好这个下最箭头 它有那个你把它按一下它会亮起来 你再按一下它就取消 它是用来做快速施法跟一般施法的切换 那快速施法是不用去 再点一下那个滑鼠左键 那一般施法它会还要再补一下滑鼠左键 这两个你要用那个练习工具做测试 你要知道里面的差别这样子 好因为很多的角色 不是你在玩那个英雄跟角色它的那个功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这支提摩是QWER嘛 那E这个键有没有它是属于那个被动放毒的 那这个是自我加速的 那就用不到快速施法 所以说W跟E可以取消 这样子 那Q就是那个丢标嘛 丢那个从那个嘴巴射标出去那个 那个叫什么箭筒 那个吹箭吹箭吹箭我想起来 以前有一种武器是吹箭 就是一个那个 那个一个反正就是吹箭攻击敌人嘛 那是要用Q 那就要用到快速施法 那R这个就是非常的 怎么讲R这个键有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尴尬一点地方 那这等一下会说明 可用也可以不用 可以用快速施法也可以不用快速施法 这样子 那这等一下我会做说明 道具栏 如果那个道具是主动道具 那么你可以放在那个 123 567 这里面嘛 那假设你放在1的话 那如果那个主动道具 它是要瞄瞄什么地方 它有一个施法的范围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设 这个地方 开关把它按一下 它就可以使用快速施法 你不用特别再去按一下左键 那这一段的视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快速施法跟一般施法 那有的技能是需要用到快速施法 有的技能是不需要用到快速施法 那你要把这个地方 EAC把它热键打开 那有的道具是主动道具 你要给它射一下 从哪里射 射这个东西 在按键的下面有一个下锥箭头 那个是一个开关 快速施法 一般施法 切换的开关 你可以自己去弄 这样的话你在使用 就是说你会 在这个操作上会非常的容易 就是释放技能的话会比较快 才不会去卡住这样子 好 好我现在用那个提摩做解说 好 好 忘了买一下那个 好 没关系啦就在这里解说也可以啦 这样子 我先升级一下 好那再买一下那个主动道具 P P 快键P 切过来 好再加个钱啊 然后看一下是有一个主动道具 好这个 等一下 好 EAC键 好 好你选到那个 回复预设置 好大家来看一下回复预设置 你按下去 它只会QWERDF 注意看下下面这个下锥箭头 那1 2 3 4 5 6 7 这7个箭是没有的 好它已经把你弄好 它已经把你弄好 这样子 那提摩的这个是被动 被动的那个 就是说它会 4.5秒造成12的魔法伤害 这是被动嘛 这个是不需要的 那这个是冲刺 那个也是属于被动 好那这个地方 这两个就不需要 我今天 我现在打个比方是提摩 那其他的那个英雄 其他的角色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去射 这两个就不需要 你可以取消掉 这样子 那这个R是这样子的 R你可以 这个R我等一下会说 因为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东西啦 那这等一下会说明 那这个东西你R是 有没有 看你是有没有那个习惯 如果你不习惯使用这个快速实法 你可以把R取消掉 好这样就没有亮 有没有注意看没有亮 但没有亮 因为你取消的话 那个R有没有 你可以 你可以慢慢的瞄啊 瞄准我这个香菇 这个香菇炸弹要放哪里 因为有时候那个快速实法是什么样 快速实法比较偏向是那个指向剂啊 像是那个或者是指向剂 或者是像那个突然的那个爆发型的那个技能 比较偏向是那种的 那提摩这个R是 我要在某个地方放下去 类似埋伏的 那这种都比较偏向是一般实法 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那个快速实法 也是可以 就是你把它压久一点 也是可以 那这个需要练习 好 那这个1呢 这个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你在 现在这个道具有没有 他做的比较漂亮 然后 数量相当的庞大 那注意看一下 说明 他有分主动被动 有没有 他有那个橘 深橘色那个颜色 主动 满山斩棘这个 他就变主动了 好 那主动的话 你假设我现在按1好了 有没有 然后再点一下滑鼠左键 这会来不及啊 像这种的就是指向剂的 指向剂的东西啊 会来不及 那 有没有 有的时候你的那个 QWRDF在那边放来放去 滑鼠左右键在那边按 然后你在那边 还要再弄一个那个 这样子 会来不及 会来不及 那这个方式就是说 你可以把1这个键 射成快速实法 那从哪里射呢 从这边 你127压出来 热键这边 有没有 把他点亮 他就亮了 有没有 这个下坠键头他就亮了 确定 那后面你只要压1就好 他就会自己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子 好 你就不需要特别的去按滑鼠左键 施放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不用少按那个滑鼠左键 因为有的时候你连招啊 那个招连很多的话 你要在那边按那个滑鼠左键在那边瞄 那个不是哦 因为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 敌方啊 他人 对方有没有 那个是人嘛 他会在那边动来动去啊 动来动去 你要在那边瞄会来不及啊 是这样子 好 那这段的说明 就先到这里 好 结束 压住热剑不放 显示 就是 施法范围 然后再将技能丢出去 这边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用快速施法加距离显示取代快速施法 那这个东西我研究了一下 他是这样子的 原来是压住那个快键 就是所谓的热剑不放 他会显示司法范围 但是当你放开的时候 他就把技能丢出去 他就是把那个热剑压住 这样子 注意一下指的是热剑压住不放 然后他会显示你的司法范围后 你再把那个热剑放掉 他会马上丢出技能 丢出技能 将技能丢出去 是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 因为有的技能 他是卡在快速施法 一般施法 这两者之间他很模糊啊 好像都可以 比较难抉择 然后这个压住 就是热剑压住不放 这样子他是一个很棒的综合做法 就是你只要压住 就会显示那个司法范围 然后你再把它放掉 他就丢进了 只不过这个 压住热剑不放 这个显示司法范围 的这个方式 有没有 这个方式 压住热剑不放 显示司法范围 这个方式 你需要练习一段时间 才能习惯 才能适应 好 那我这边用那个安妮 安妮来做那个范例 好 切过来 来看一下 先让他 升级一下 好 六集了 夜夕 你这个取消之后 有没有 先我们把它按一下 回复预设设定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 我刚才忘了讲 我刚开始测试的是 用这个全体快速施法 因为我搞不清楚 这两个到底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我后来搞混了 我一直用那个快速施法 我玩了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 插眼有没有 我们这个插眼是4 有没有 比如说你要在那个草丛插眼 有没有 草丛插眼 那个4按下去 有没有 这样子不太好 它是你的花鼠直到哪里 直接按下去 这个有时候会插 那个眼睛会插 插歪掉 有时候会插 插到外面 或者是插到你不需要的地方 很容易弄错 然后我后来才研究了一下这个 快速施法 跟一般施法的差异 是这样子 那这个 回复预设设定 有没有 你把它按一下 确定 其实 回复预设设定 有没有 你这样子按 Q.ER 这些有没有 再配合这一个键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 其实就够用 大部分的英雄就够用 配合这个 滑鼠 不是滑鼠 那个热键把它压住 大部分的英雄是绝对够用的 因为 比如说这个眼睛有没有 这个眼睛 这样子才能秒 你不能使用快速施法 快速施法的话 你直接按下去 那个不太好秒 你就是那个 4那个键按下去之后 再配合那个滑鼠锅 压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好插 插到你那个 需要的那个眼睛的位置 这样子 会比较好插这样子 好 那这个地方 你把它取消这个键 取消这个选项你就知道 然后那个 R 没有用 压住没有用 他马上放 他技能马上放 那我现在把这个勾上去 确定 也就是所谓预设者的地方 那这个功能就是我刚才讲的 前面有那个图文说明 他是介于快速施法 跟一般施法 的综合 综合的那个有一个作用 就是因为有的技能 只是卡在这两个都可以 比如说提摩的那个R 或者是安妮的这个R也是 好 那这个东西是需要练习一段时间的 你可以 把那个 自动一下 那个R有没有 你把它压住 这个地方你R压住 不放 有没有 他就是一般施法 他就一般施法 然后你再把它找一个地方再放开 就出来了 就这样子 这一个功能在这里 它是滑鼠 不是滑鼠 它是热箭不放 比如说Q WER等等 有那个范围的技能 的时候 有那个范围技能的时候 比如说熊这个 熊这个 它有范围技能 有那个你就压住R 有没有 或者是W W也有范围 因为你直接按那个W有没有 它是根据那个滑鼠的 你可以慢慢 调啦 因为有的 你可以慢慢这样子 但是是压住W键 它这个功能在这里 它是压住不放 压住不放的话 它会变成一般施法 的作用 它不是快速施法 的作用在这里 这样子 所以要明白一下 这边的这个选项 那第二个选项 这个超难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像那个钢琴 有没有 同时按下去 有没有 你按 看人家那个钢琴表演的时候 有没有 它有很多的剑式 好几个 那个 手指压下去 它的功能是 当你压住 比如说 我压了R 压了W 之后 我再压R R键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勾下去的时候 它会先放W 再放R 第一个技能会先释放掉 然后再放R 这样子 它有这个作用 因为有的那个 英雄跟那个 或者是你玩的那个 角色它是需要用到这个 那你再把这个打勾 再把它这个悬起来 给确定 这样子 要不然预设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 预设它这边 就是说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 呃 再上前面讲的 这个是属 就是这个亮起来 这个部分 下锥键 我亮起来 是快速施法 现在这个是快速施法 那下面这个是一般施法 那这个键是 中和 当你 这个热键 有没有这些的 QWER 压住不放 它会显示施法范围 这三个东西要知道一下 七分这样子 有没有 我现在R 压住不放 它会显示施法范围 但是我放开的时候 它就丢了 是这样子 那W也一样 Q也一样 好 Q也一样 但是Q这个是指定计啊 Q是指定计 一定要点到那个 那个小兵 或者是敌方英雄 或野怪 好那主要是这个 W跟R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要说明的是 自我施法这个东西 那指的是 那我先把这个 成仙退掉 先解锁掉 先把他结束 按X 这个地方按X 开始 练习工具 好那我现在要讲一下 自我施法 它指的是 对自己丢技能 对自己释放技能 它的意思在这里 因为有很多的技能 比如说什么光盾啊 或是那个buff 就是有一些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特 就是说加强自己身上的 那个 一些的防御 或者是魔防等等的 或是血啊之类的 之类的 就是将技能放在自己身上 那它是auto键 加技能 的意思 将技能放在自己身上的意思 就是要配合一个auto键 这样子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那这个热键在这里 然后向下拉就可以看到 那比如说 安妮的1 那个光盾 不是光盾啊 光盾是那个Lux 那个丢那个 那个 那个 他手上的那个 那个魔法棒 丢出去嘛 他会 才会有那个光盾 那安妮的话 是按1 会有火盾 那这个 现在的版本 那个1 那个火盾 除了可以丢在自己身上 也可以丢在队友身上 然后给队友上火盾 加加剪剪可以做保护的 保护一下队友 那还有火盾 它还有一个功能 它是用来累积 次数的 因为安妮 我们都知道 他要放4次 那我记得以前是3次 然后身上 就会出现那个呼拉圈 有那个呼拉圈 才能晕人 就是说 你当你出现那个呼拉圈之后 你下一个技能丢出去 比如说 丢Q 或W 或者是大爵R 就可以把 那个敌方 对方把它晕起来 暈住 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随时要 呃 你的技能随时要准备在 那个有那个呼拉圈的状态下 那这个光盾它有那个作用 就是不停的 不停的对自己吃 放光盾 可以累积次数 然后就会出现呼拉圈 是这样子 好 那我这边就那个 做一下那个Auto加E的那个示范 呃 我刚才不应该关起来 好 没关系 再把它打开 开始用性 安妮 固定 你也要玩吗 那会有趣 好 那现在已经开起来了 我先把这个缩小一下 开起来 那一样 先给它提升等级好 提升大量 然后卡不错 R E W Q Q Q OK 金钱 加一下 夜西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下是这里 夜西按下去热剑这边有一个热剑 技能与召唤师技能 这一个人把它展开 滑鼠左键压一下展开 它这边有一般施法 快速施法 那以前的快速施法是 要配合shift 配合shift的键 那是以前的版本 那现在的版本有没有 它是 直接就快速施法 它是上面这一排全部快速施法 那下面这一排是一般施法 然后它的开关是使用那个下锥键头做开关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按钮 它是压住不放它会显示施法范围 现在是方便非常多 那以前的快速施法是用shift的键 那个按起来有点有点 不太好按 很难按这样子 那现在预设就是用这个开关做切换 还有把那个技能热剑压住 显示施法范围 已经非常方便很多 就是用过之后就知道了 那个方便非常非常多 在放那个连续技能的话 非常的简单 好 那接下来讲一下那个自我施法的部分 自我施法的部分这样子 那是在这边 它是按AUTO键的 AUTO配合 需要自我施法的那个 那个技能 注意看下是这边 那这一个光 那个火盾 火盾这个 是AUTO1 是对自己施法 我按一下AUTO1 是对自己施法 好那我现在把 那个自动刷新 点一个 召唤有方假人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如果你直接 在箭头指到 这个假人身上 你按一下E 好就是队友的意思 这个是队友的意思 可以在队友身上放 火盾啊可以再加点点保护 那个稍微保护一下队友 这样子 好这样子 放 那 也可以这样子 你不需要 直接用AUTO AUTO键 它这个 火盾有没有 没有指向任何的友方 它会自己放在自己身上 也是可以 只是说 有没有 你那个E有时候会压住 会变这样 有时候会出现这个 这个有点不太 有时候你会压到那个E 那个有没有 它会出现范围 那你的 队友又离自己太近 的话会很容易去压到 好有没有 那它有一个功能 它就是累积这个 那个晕眩这个功能 再使用4次技能后 安妮的下一次伤害技能 会有1.5秒的晕眩效果 然后它是在血条 所以看一下血条下面 有技术1234 那我现在把它放掉 让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没有了嘛 那我这个E W E 然后W 累积满 有没有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晕眩符号 就可以使用那个晕眩目标 施压 然后身上也会冒那个互搭圈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对那个小兵 或者是敌方 或者是野怪做晕眩 那这玩过安妮就知道 这样子 那这段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自我司法 因为那个譬如说 你玩鲁鲁啊 的那个角色 或者是那个 那个摩甘娜 你要对自己放那个盾 摩甘娜那个是一个 紫色的那个水晶盾 那个金 那个水晶状的盾 你要对自己放 配合用那个AUTO键的话 会比较快 会比较快一点 那LULU 如果要对自己放的话 使用配合AUTO键 自我司法 也会比较快 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属于自我司法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的设定 还有这个 快速司法加自我司法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超难的 好 好 那这个是升级用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控制 配合Q.WER 可以升级 那个技能用的 那这个是一定要知道 这样子 好 OK 那这两个是属于难度 比较高一点的设定 那如果以后 我有遇到的话 摸索一段时间 有研究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 那这边就是说 你要知道一下 自我司法 基本上你要知道一下 在这里 那前面的这个地方 已经重复很多次了 就是说大家 使用那个练习工具 来研究一下 就是这个 怪速司法 一般司法 的差异 跟这个开关 然后还有这边 压住不放 那跟这个自我司法 还有那个司法范围 大概是这四五个东西 好 好 结束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 还是重复一下 你使用练习工具 要用赢下这场对战 离开 那避免去出现那个练习画面 好 那在这个 教学频道 我们在那个Youtube下方的注解 有没有 下方的注解有一个那个Donate Donate赞助连结 维持这个教学频道 能够正常运作 大家可以到 Donate赞助连结里面的 Donate网站 然后就是说 大家可以进行一下小赞助 来支持一下这个教学频道 那也可以点击一下这个订阅按钮 订阅一下这个教学频道 那这一段的 视频 说明是蛮长的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 视频说明 谢谢